对了 周先生 我能否和您太太单独聊两句 周太太 这次的事情十分感谢您 但是我也知道 即便是刘斌走了 也无法弥补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 所以我代我们JR 跟您说声对不起 其实你不用跟我道歉的 你当时不是问我 是看上他的钱还是人吗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 当初是JR让我收获了爱情 现在也是JR让我获得了尊重 周太太 JR永远欢迎你回来 我说过 JR是我的家 没有人 会和自己的家记仇的 JR 不要打开 税李 探是 是的 我刚才您 suo看 完成一条 周太太上岛莫 让我那下了 喇双湯 他在家里 你怎么了 是我 夏雨晴 杨丽让我上来陪你吧 你干吗这么紧张啊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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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说 她说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有鬼的 你听她瞎说 你的脚没事吧 能走吗 疼 来 我背你去休息室 走 走 不会吧 真像这那样 就还扭伤了 胆子特别小 自己一个人都不敢回去睡觉 非得在那什么休息室睡 我跟你说 她快去神经病了 胆子也太小了吧 这 就你胆子的 人家是女孩子 你说说你啊 你没事 在酒店散播这种东西干什么呀 什么叫做我散播 哥哥 你不会真以为我在编故事吧 怎么不是 我就以为你在编故事 你是来酒店待的时间短 咱酒店的老运工 都知道这事 说得你跟在酒店待了 几十年一样 我能一样吗 我可是挂王 我听小门童说 于婷婷走的时候 也跟马总说了这事 不信 你问马总去 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别的本事 这世界上哪有鬼啊 呸呸呸呸 这话可不能再说 你没看过 所有的恐怖片里面 但凡说这些类似话的 最后都该死了 别害怕嘛 我保护你啊 走走走走 我给你听 这真不信心啊 你自己注意点啊 夏雨晴 一会儿在电梯门口等我 陪我出去一趟 啊 我这还上班呢 我知道啊 咱们这次又是去哪个酒店 马总 我跟你说这样真的不好 因为毕竟 夏雨晴 我看我说你思想还挺复杂的 我都已经说过了 带你去其他酒店是为了做体验 你还在这边胡思乱想的 谁胡思乱想的 你 别指示了 最近酒店都在传言闹鬼 还有 昨天晚上那个员工苏可见鬼的事情 不知道是被谁 传播得有声有色的 现在闹得人心惶惶 郭总说资料已经递交上去了 这两天就会得到夏雨通知 现在这个关键时候 绝对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这样 你准备一下陪我去一趟监控室 我要看看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都没有啊 夏雨晴你 请进 请了 太丢人了 昨天让苏可那事 找得我没睡好 没关系 下不为例 我看你最近也挺累的样子 如果身体实在不舒服的话 可以请假先回去休息两天 不过呢 我会扣你工资 并且算在两月之期里 那我是不是该理解为不能休息啊 没有啊 你可以请假休息啊 不过呢 不带心 怎么样 要不要休息两天 那倒无用 睡了一觉感觉神清气爽 原地父皇 夏雨晴啊 陆震震 她明星了 陆震震 你怎么又不强盲啊 你的礼仪教养呢 你怎么跟我那么见外啊 你这门不是随随都为我而开吗 说吧 有什么事 当然有事了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神秘大礼吗 就我要高兴呢我就给你看 我要是不高兴呢我就不给你看 我来了这么多天了 你都没带我到处走一走 我现在就很不高兴 陆震震 我们俩之间呢就不要做任何不定 好吗 说重点吧 重点就是 你得补偿我 那我出去逛逛街 我没空 你看到了 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忙的 裹真不赔 裹真 当真不赔 当真 好吧 这我呢 待在这儿也没什么心情 我准备回泰国了 我跟你们这样的代言呢 还没有签约 我这心情不好呢 就会影响我的美貌 这广告是肯定拍不了了 以你们酒店现在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有没有明星 愿意为你代言啊 你 要去哪儿 边走边想喽 好吧 你也一起来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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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陆珍珍哎 陆大明星 你出去的话 肯定要有人给你拎包地水啊 难不成我来做 嗯 好 言之有礼 行不行我叫你了 短招 我怎么这么逃避呀 要不然这样吧 马总 你还是给我两天假的呀 不准 走了 走吧 怎么 你还不愿意去啊 你还不愿意去啊 哎呀 哎呀 好 可爱 你这品位下降得有点惊人吗 什么意思 不过你喜欢的 应该有我不知道的过人之处吧 你说他啊 想多了 他不是我男朋友 你就别骂我了 突然间 我觉得他应该挺有意思的啊 陆珍珍 你这个爱想别人男朋友的毛病 什么时候才能改改 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呢 是秉着互惠互利的原则 去交往男朋友的 刚好这个男的呢 有了女朋友 好像他女朋友就是你啊 互惠互利 当年我跟韩渊斌 我们俩的恋情 从朴风捉眼以来 这我的身价啊曝光度啊 都涨了不少 我的身价越来越高 他们家的民宿也越来越好 多好呀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肯定没有你喜欢 你 可爱 反正你是知道的 只要是你喜欢的 那我就喜欢 这个嘛 虽然是差了那么一点 不过呢 我可以慢慢调教了 怎么样呀帅哥 有没有兴趣和大明星 来一场终身难忘的恋爱啊 不 我 算了吧 我呀 我怕消化不了 怎么会呢 我会慢慢调教你的 不用了 不吃了 开会 可爱 你干嘛 陆珍珍 我说了 就是让我高兴点嘛 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义务 马可爱 你害死了我男朋友 难道没有义务哄我开心吗 我真是见过无耻 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 那时候在泰国 可是你单方面 发布了婚讯的消息 如果不是你从中作梗 如果不是你 我什么呀 我抢了你男朋友吗 可爱 能被抢走的男人 都不是你的男人 在爱情里不被爱的那个人 才是第三者 好啊 你说我单方面宣布婚讯 但是韩元斌也没出来辟谣 不是吗 陆珍珍 你口口声声说 是我害死了韩元斌 那么你呢 既然你以她的女朋友自聚 那么你凭什么在这里花天酒地 又凭什么指责我的离开 难道不应该像当初 指责我的妹呀 借一个女朋友的义务 你去负责悲伤吗 我看你现在才比责悲伤吧 不吃了 走了 不可理喻 您好 珍珍小姐 采访一下您 请问您这次来中国是私人行程吗 是啊 是私人行程 不过 也逃不开你李大记者的全程跟拍啊 那您选择入住真儿 并且和真儿的老板来我们一起 请问是要签约了吗 我跟真儿的老板呢 从小就是好朋友 现在他太忙了 没有办法 只能我来看他喽 还有个问题 听说您年底要结婚了 可是韩元斌却发生了意外 您是来中国散心的吗 是啊 真实是那里啊 你怎么了 很奇怪 我最近总是感觉好像有人跟着我 你这大白天的别吓我 你是不是最近压力有点大 还是太紧张了 可能是吧 走吧 你干吗 给你的 给你的 听说人吃了甜点 有助于心情便好 听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 女生吃多的甜点 会胖凉 那算了 那我自己吃吧 那个陆真人也真是的啊 当我们自己是大明星就可以这样 我真是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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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长大了呢 还应该学会闭嘴 你们三个人的关系 真有这么复杂啊 夏雨昕 你知不知道打听老板的隐私 是什么罪名 我没想打听 我自己随便问问 可是刚才你已经打听了 你帮你去跑圈 我为什么要去跑圈啊 因为我是你老板 所以呢 你要不想跑圈也可以 我扣你奖金 那你随便扣吧 我也没什么奖金 没有奖金啊 那我就扣你工资 那我就扣你工资 跑快一点 问你们个事 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包好的盒子 盒子 没有啊 什么盒子啊 我给杨丽买的礼物不见了 倩倩 这 我都不介意你这什么 没买就没买嘛 闭嘴 不过倩倩 跟你说 最近好多客人丢的东西 投诉部那边人 连弯弃的时间都没有 这酒店 不会进了小偷吧 怎么可能呢 咱可是五星期酒店呢 五星期酒店怎么了 人家国外还专门有人 偷五星期酒店呢 不过最近确实蛮奇怪的 客人丢的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有的甚至丢的是内衣 内裤 特别诡异 华总 这个事我真觉得稀奇 东西成队的留我还真没见 如果这件事情 再这么持续下去的话 一定会影响我们酒店 能入住绿的 还有那个租客 你说奇怪不奇怪 就那么凭空不见了 私底下印传开了 通常咱酒店有不干净的东西 胡说 对 我叫他们不要乱说 不能胡说了 马总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很奇怪 好像闹鬼的事情 突然之间被闹得很大 好像有人操控着我们酒店 八卦倒下这样 看我干嘛 我又没胡说 你上次提醒我之后 我再也没说闹到我的事 都他们在说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 第一 要找到丢东西的原因 第二 找到苏可 第三 赶走 陆珍珍 马总 你这一二我都能理解 可是这三 咱们不是还指望人家代言的吗 所以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要让他走得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 我 不然呢 行 反正我就是这个命人 你们酒店的疑难杂症 可都是我一一解决的 不过说真的 马总 陆珍珍入住我们酒店 可是对我们 镇压有很大的曝光率 而且 您不是一直教育我们说 酒店的利益大于一切吗 现在我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总之 帮我赶走陆珍珍 你的两个月 我可以增加到三个月 怎么样 是 澄澄 说 什么情况 马总是不是跟陆珍珍有仇啊 该干嘛干嘛去 别急别急 说了一下八卦你会死啊你 我发现有问题 你跟马总好了以后 你城市都变了 他不是跟我爹下第一好了走 闭嘴吧你 跟我回去 你们这么大酒店就没有房间了吗 你们这么大酒店就没有房间了吗 这位先生实在抱歉 我们真的没有房间了 胡佳 帮我查一下后天有没有空的客房 应该会有个客户要入住 好的 马总 请稍等 马总 后天只有一间套房 好 那帮我预订上吧 为什么他定计有房间 这位先生 请问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先生 这位是我们老板 合着老板定计有房间 我想换房间就没有是吗 老板定计有房间 马总是这样的 这位先生要求马上换房间 可是由于陆珍珍小姐的入住 酒店住进了很多记者和粉丝 目前都是客满状态 最快也要后天才能有空房间 非常不好意思 先生 我预订的房间也是后天的 现在呢 酒店已经客满了 可能我们无法为您安排房间 我想请问一下 您的房间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闹鬼啊 闹鬼啊 我的房间里平白无故地 每天都多出几样东西 开始我还没太在意 后来竟然多出几样 女人用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嘛 然后就越来越不对劲 我跟你说 我在这里有个 非常重要的案子要处理 所以必须要休息好 先生 您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 但是呢 像闹鬼这种情况 是不太可能会发生在我们酒店的 我想 可能是客房服务粗心 落下了什么东西在您的房间 您先不要紧张 如果您信得过我的话 我会尽快给您安排好房间 并且 在您入住之前 所有的费用 都将由我们为您承担 您看可以吗 先生 请相信我 我一定会尽快为您安排好这一切的 那好吧 看你态度还不错 我就相信你一次 那就 麻烦你了 先生 我 怎么 你懂吗 不是 他这怎么了 我什么都没干啊 你们都看见了 这儿有摄像头 你以后多疼吗 我不知道 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 要么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用了 我以后就好 你能不能不这么任性 与强人不是你这么当的 不用 走 走 你又怎么了 我最近总感觉怪怪的 总觉得有人跟着我 但是好像不是错觉 不是错觉 我看你还是先去医院看看再说 是不是错觉吧 可是你跟我说的 现在银行审查在级 不能有乱七八糟的传闻 知道吗 不是 别可视了 上车 小心 别看了 给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我 听见没 明天下午三点 3108的房间的打敏 必須給我完成啊 不然的話 又要被罵了 不 別動 你幹嗎呢 你是大半夜的 嚇死我了 你知道 在酒店現在是非常時期 我要是為你加入 警察沒有意思 你也得對我負責 行啊 我對你負責 你不是說這世界上 除了你 沒人懂我嗎 你別學我説話 你不是 陪老闆到醫院的嗎 結束了不回家偷懶 到現在啊 來陪我直線班 幹嗎呢 最近酒店狀態不好 他又生病了 我不來頂著 誰頂著我 要不要還替他頂呢 我覺得啊 你就是不成了 你喜歡他唄 你懂什麼呀你 我懂什麼 我覺得現在你就是 典型的懂M的典範 你說什麼你 被老闆整天溜得到處跑 毫無怨言 不過說真的 你現在 這樣的男人 真的太少了 佩服 行李我跟你說啊 你要是找我打 你就說一聲 我有的失禮是讓你傷口不能合理 走 走 你閉嘴 你這麼一叫 等不投訴嗎 嗯 你乾淨沒有 我乾淨什麼了乾淨 乾淨 奇怪的 你不要過去 乾淨就乾淨 你就閉嘴吧你 這麼大 真 媽 好 夏雨昕 你知不知道現在幾點了 看什麼 小迷風 什麼 不是不是 您不是讓我盯梢嗎 我盯到了 你盯到什麼 我告訴你啊 我們酒店 現在真的有鬼 而且是個女鬼 不是 馬上你 夏雨昕 首先 你給我冷靜下來 第二 誰再敢給我散步 酒店有鬼的船 誰就給我離開 第三 我要睡覺 晚安 不是 我我我 為什麼不相信我呢 你知道嗎 我昨晚被嚇尿了都 我這第一次 被嚇得腿直鬥 你放屁 你腿抖你不是日常嗎 我去你 不許散步要演 我沒啊 馬上正在抓散步 我 我沒看見啊 什麼都沒看見 不是利哥 我覺得 既然看見了 就肯定不是空穴來風啊 而且最近我們酒店 發生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5089的那個律師 他也說房間裡鬧鬼 你看你看看 嚇人 去哪 利哥 到底喝上什麼事 想說說來 什麼事 什麼事 都是去安神的 要記得吃 謝謝 陸珍珍小姐 您能說一下 入住真兒的感覺嗎 真兒嘛 沒有宣傳的那麼好 湊合著住吧 不過你們也是知道的 我這個人沒那麼挑剔 我這個人沒那麼挑剔 那個 我去看看 可愛 你很不乖啊 跟我吵架了 也不來哄哄我 我要是心情不好的話 那你的神秘大理可就沒了 陸珍珍 我能不能拜託你 以後離我的生活遠一點 你在外面是大明星 在我這裡可不是 你不要以為你能威脅到我 什麼禮物我通通都不感興趣 我警告你 如果你以後再在媒體面前 詆毀我們JR 我不會讓你好過的 你不要忘了 你從小到大的黑歷史 我有的是 你幹嘛那麼生氣啊 生氣對身體不好的 而且會影響你的美貌的 請你出去 你何必這麼生氣啊 給我出去 我 麻洛總 那個 你也出去吧 我 出去 謝謝 哥 你怎麼一腦門子官司 沒你什麼事 哎 是不是 又让马总生气了 我说了没你什么事 好好好 不管我的事 你说马总为什么不开心 是没我什么事吗 我的意思是 只要马总不开心 倒霉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俩 而且首当其冲就是我 这话没毛病啊 那你告诉我 怎么能让一个 不开心的女人开心起来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东西吗 这你就问对人了 根据我的经验 投其所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他喜欢干吗你就陪他干吗了 一天准没事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学会敲门 怎么现在 变得跟陆珍珍一个样 马总 你烦陆珍珍 还老提她干什么 找我什么事 有点事 就是我呀 看见您最近挺烦陆珍珍的 看不惯她 又惹不起她 又干不掉她的 我说一看 会是什么事 不一定事 她还要做她的 我跟她说 不疑 我 想知道 她的 疯狂 从 啊 这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发 王总啊 邮件我已经给您发过去了 您可以查收一下 马总 我能不能给你提个要求啊 你说 就是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你能不能不要把你的工作带进来 怎么 这才刚刚踏出酒店的门 就开始指挥我工作了 那可不敢 你是老板吗 你知道 好吧 看他今天呢 天气这么好 心情也好的份上 就第一次你的安排吧 好嘞 现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好奇吧 好了 就好了 不错了嘛 还有这么大房子呢 这里就是我的避风港啊 避风港 对啊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将不会是马总 是 马可爱 你怎么了 耳朵里听得太多套路了 这哪儿是什么套路啊 这是真心啊 跟我来 慢点 我是阿雨昕 以地主的身份 恭请马小姐 大驾光明 别动别动 怎么了 保持这样很好 以后就这样啊 这样我们差不多搞了 怎么样 小心点 怎么样 怎么样 那相当的不错 跟哪个偶像去学的 谁跟我偶像去学 我只是向杨丽请教了那么小夏 小小的请教一下 好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布置的 虽然没有五星级酒店的高档 但是 但是我很喜欢 真的假的 那你可得答应我一件事情了 你怎么着说那么多 今天忘记所有的烦恼 只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生 怎么样 怎么 这看起来挺好吃的 那可不 这可是我亲手打猎回来的 你还会打猎呢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我从小这打猎都是我的强项 崇拜我了 你怎么小时候时候那么丰富 可能小时候经历的东西比较多吧 嗯 有故事的男同学啊 怎么从你嘴里 这不像什么好话呀 怎么不是好话了 我这不是夸你成熟生活约历丰富吗 其实这个地方很偏僻 而且人也特别少 所以 这里就是我的避风港 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啊 你这样洒脱的性格 也需要避风港啊 当然需要啦 人活在这世上 怎么可能会没有烦恼 对不对 说得也是 给你笼住的介绍一下 这个 就是我的养父 手把手 叫我酿的桃花酒 等一下 你这又会打猎又会酿酒的 气波不压身啊 我告诉你 我会的东西可多着呢 你慢慢了解吧 慢慢尝一下 你虽然平时 红酒喝得比较多 但是这个酒 真的很好 我尝尝特别好喝 少喝点 好香啊 这么没有礼貌 都没给我干杯呢 太香了 干杯干杯 干杯 怎么样 是不是还可以 酥酥酥 对吧 又 又 又什么 你很鸡贼啊 我怎么了 吃人的是嘴短 但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人做事 一向是秉公处理的 你不要以为 你带我来吃好吃的 带我来漂亮的小木屋 以后 你工作上有什么问题 我就会放你一马 我一样会秉公处理哦 其实我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希望 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你还别说 你带我来的这个地方 到晚上更好看了 我看你战胜着急 在海时光变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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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好多剧情 你平常一定 没少到朋友来聚会吧 就一个天都慢慢偏移 总看不惯你都变清晰 其实 你是我的第一个看人 我们的手分开地前行 有得手在远虚 恭喜你的小木屋 第一天开张 来 干杯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今天最开心的 你开心就好 只要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变的约定 好看吧 好多萤火虫啊 这儿也有 那只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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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着都没有啊 没有 没有很高 好 抓住 抓住 别动 别动 好胖啊 你是不是 很胖啊 而且特别亮在里面 我看看 亮不亮 亮不亮 亮 真的很亮 真的很亮 我说她还小 她会跑 却如此坚定不已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许行 你是最美的明明 给她取个名字吧 取个名字啊 我最喜欢小狗 叫她狗子吧 嗯 狗子 你怎么还叫人家狗子呢 我就叫她狗子 狗子多可爱啊 她这么可爱 就叫她小可爱 我的天空突然落下 这脆弱的雪花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再下去了 这就叫我 你能对人家狗子 谁想想要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爱你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感谢观看